建源公司 江远坐在一间大会议室里 长长的桌面上铺满了各种文件和报表 会议室角落里摆着万年轻 打理得很好 几名建源的工作人员 一箱箱的搬运着文件过来 就堆在万年轻旁边 几名警员本来想帮忙 也不知道怎么弄 被江远拒绝了 文件的鉴定是很私人的工作 不需要什么团队合作 也不太需要各方面的意见 至少 在鉴定的过程中 是不需要的 至于鉴定过后 大家有什么意见的不同意 我不同意你就完了 白月群猜测给自己寄送照片的是原家老大或者老二 江远也同意此观点 所以 他优先找的就是建源公司的资料 当然 此人也有可能是老大或者老二的门客 但就目前获知的信息来说 两人的门客 其实也都是养在公司的 这也是中国式公司的通病 为了结税 大家都恨不得买一杯星巴克都用公司的钱来报销 又怎么可能用私人的钱来养人 20%网上的额外开销 就算是富人 他也是尽可能要避免的 或者说 越是富人 他越是不愿意开销这种钱 至于说 此人是否用打印的方式来打印那段话 其实没什么区别 反而减少了刑警的工作量 因为对文件来说 比对自己出自哪台打印机 其实更简单一些 常见的比如黄点追踪技术 直接可以精确到打印机的厂家 型号 序号 以及打印时间 有这些信息 再去找人比江远现在找人还简单得多 毕竟 打印机的数量更少 销售渠道又是有机可循的 而且 比起比对字机 打印机的文件更加难以辩解 所以 除非是案子太小 警方懒得深入调查 又或者案子太蠢 用不着高科技的技术 否则 想要做一个大案还要人不知鬼不觉 那是非常难的 至少的有读一个博士出来的决心才行 什么处心积虑的思考 自个儿在家里琢磨 都是以勤奋的战术 掩盖懒惰的战略 读书 只有读书才真正的有可能做出精巧的犯罪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值得全国各领域的专家们 用30年的功力 将之精巧的揪出来 那个 麻烦大家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下 就在几名现场的民警无聊刷手机的时候 江远取出了一份文件 会议室里的资深图真立即放下了手机 过来看了眼 低声道 是这个人吗 五成可能吧 多找一点他签的文件出来 我再比对一下 江远轻声回答 剑园公司的人已经离开会议室了 但在人家的地盘上 大家还是很注意 纳图真恩的一生 立即忙活起来 几个人齐心合力 很快从一堆堆的文件中翻出了十几份 都是有数字笔记的 江远选出几个数字来 仔细比较 这人写的数字里面 最明显的是阿拉伯数字7 横着的部分 他会写出一个弯折来 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习惯 阿拉伯数字的字符公共就十个 重复率这么高 对应到全球七八十亿人 百年间几百亿的总量来说 任何一个数字的任何写法其实都不稀罕 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 一些特征就不容忽视了 比如会议室里的这几千份的文件 会把七的上横部写出弯折的 也就是百十来人 在根据弯折的弧度 就可以匹配到唯一的一个人 一名后勤部的小主管 一个很低级的职位 却需要上层资源的注入 应该就是他了 江远选将他写的其他几个数字比对了一番 基本也都是相近的 图真低头看了看人民 王松 于是立即发信息给自家队长 接着 图真才问道 他写的文字呢 微信两个字 符合吗 左手写的 江远道 他可能担心汉字漏底 不过 也是符合的 对于非惯用手的鉴定 确实是比惯用手的困难一些 要求鉴定人员的专业度也要更高 但总的来说 仍然是可以鉴定出来的 这是因为笔记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非常多 比如说字的布局 字的笔顺 比例特征 搭配特征等等 一个人许多年形成的运笔习惯 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纳图真见江远颇为肯定 也就不多说什么 反正就是喊一个人问话罢了 像是这种藏头露尾的文化人 一般问两句 其本人就惊恐的不行了 在一个电话打过去 雷星十分惊喜 这破案破的暗部就班 像是套公式一般 莫名的觉得简单 他这边就开始行动了 这次的案件 因为实际上牵扯到了好几个案子 所以颇为复杂 有前进区的刑警大队在做事 也有铸台县的刑警大队在做事 还有清河市的警察们在打辅助 往常这种情况 就应该成立新的专案组 安排新的组长之类的 以统合工作 但这一次 事情发展的速度太快 以至于习惯于开会的干部们 都有些应接不暇 就这么一盘散沙的工作着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 就这样的散沙环境 江远还是连连侦破案件 等江远回到前进区刑警大队的时候 王松也被抓了回来 黄强明同样是刚进门 他刚刚跟铸台县的领导汇报 又跟清河市的几位领导见面汇报 才算是将案件的侦办方向理顺 这边就发现 江远已经把传字条和照片的家伙都给找回来了 你这是硬碰硬啊 黄强明见到江远 已经不知道该表扬还是提醒了 江远心底也有点兴奋 还是谦虚的问道 怎么就算是硬碰硬了 就是案子碰到什么硬查 你就把它给平了 这个就叫硬碰硬 武军豪也回来了 他挺喜欢江远这个风格的 和自己胃口 黄强明恩的一生 道 我们一般不搞这么硬的 至少以前不搞 尤其是这种给个小纸条就找人的案子 不可能这样做的 咱现都没有一个正直的文件 江远虚心道 那以前怎么搞 以前 黄强明回忆了一下 道 以前的话 还是先排查原老大和原老二身边的人 干这种事 应该都是两人身边的亲信才行吧 这么算的话 人数本来就不多 再可以用文件的方法 也可以一路排查过去 每个都问一遍 看有没有什么破绽 排查这个传统异能 能成为老刑警的三箭宝 那是有深刻的国情在里面的 在熟人社会 许多犯罪嫌疑人以为的秘密 在熟人眼里 可能都不是秘密 日常信息更是少不了 这就好像村子里 哪怕是没有装监控 也很难有一个陌生人轻轻松松地走进到村子里去 现在的社会面 固然是没有那么熟人化了 但在单位 或者是建元这样的大私器 大家十年如一日地相处着 依旧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社会 相比之下 欧美社会就没有这样的国情和基础了 所以 他们破案不用排查的手段 不仅仅是警力和制度的关系 也是社会情况不同的缘故 将远如果没有带出这个王松 那用黄强明的普版方案 也是有可能找出人来的 整个过程 就变成了一道巨大的推理题 一群刑警对着假说 已说 禀说 丁说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看谁撒了谎 谁露出了马脚 以往在这个过程中 还能找出别的案子呢 就有种搂草打兔子 割麦子捞鱼的感觉 至于江远 他的方法就相当于机械化种田了 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开上去 自动捆扎割草机轰隆隆地开上去 甭管什么类型不类型的 哥就是了 你把这段话抄写十遍 速度稍微快一点 审讯室里 小明紧装做威严的样子下命令 王松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又是管后勤的肥差 并不会被小明紧吓住 他看看有微信有数字的文章 轻声问道 我要是不想抄呢 今次审讯依旧由牙黄齿黄的雷星主持 他笑麻麻的道 让你抄写 是怕冤枉了你 所以给你一个帮助我们纠错的机会 你如果放弃的话 签个放弃声明书 也是可以的 王松自然不能签这个 于是问 你怎么帮我纠错 你就不怕我胡乱写 胡乱写也是可以的 雷星笑笑 自己这个东西不在于内容 在于写什么东西 那也不用写十遍吧 我们会分析你自己的字机之间的关系 再根据你的字机与证物字机之间的关系 得出结论 王松再次迟疑了 面色凝重又想做出轻松的模样 稍微有些扭曲 写吧 别啰嗦了 在雷星这样把牙都熏黄的刑警队长 一打眼就能看出有没有事 他加重阴条道 王薅握着笔 紧紧的 还没血 手心就满是汗 微微颤抖着 甚至笔尖都不知道怎么对到纸上 他埋着头 脖子后颈也出了汗 我看我看你 我懂得来解决我 我当然也真的想到来 我为什么不够了